谭校長 誰要投訴 是我 投訴之前都應該先搞清楚真相 真相就是我份卷落在一個 和我見解不一樣的月卷員手上 真的? 不如我們追蹤一下你們考完試份卷究竟去哪裏 市場收集到答卷後 首先就會送到… 廢紙回收中心 我就知道 是位於荃灣的答卷掃描中心 答卷的掃描影像會儲存在保密的資料庫 然後再經由網上評卷的系統 分配給不同的月卷員 你們的卷是不記名的 隨機分發到不同月卷型的手上 除了同考生同校的教師之外 任何一個月卷員都有機會趕你們的卷 但是如果我的卷去到月卷員手上 剛巧月卷員又不喜歡我的內容 他就可以給我很低分 你們先說是否 譚校長 你說是否 其實你們有沒有想過你們的卷是不止一位的月卷員改的 我知道 通識科有卷一卷二共四題 卷一由一位月卷員去改 卷二由另一位月卷員去改 我真的不幸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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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真的不喜歡我的想法 其實這個文憑市 已經全面採用網上評卷 月卷員根本每一個人改整份卷 有些科目還採用雙評制 好像通識科 每一位月卷員只改其中一題 每一題都有兩個月卷員來改 如果兩個人比分數差異 比規定範圍大 網上評卷系統 就會自動將份卷交給第三位月卷員 如果分數差異 仍然是超出標準 最後就會由市卷主席 又或者是助理市卷主席去改 總之會做到盡量客觀 即是說每一題最少有兩位 最多有四位月卷員來改 通識科卷一卷二加起來有四題 你計下 即是最少有八位 最多16位月卷員去改一個份卷 即是這個月卷制度 不會因為個別月卷員的主觀見解 或者手鬆手緊去影響你的成績 除此之外 月卷員改卷之前 會開一個月卷員會議 統一評卷準則 而且要通過培訓和測試 才可以改卷 過程之中又有市卷主席去抽影檢查 就是確保月卷員 是按照一致的標準來改卷 根本不可能是按照個人主觀意願去改 講白點 即是你根本不行 就行了 亂說 證明他拿到第四級是真材實料 並不是靠運氣的 而 document 發展 這些研究 有的 會有的 會有的 跟你們 會有的 這些研究